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的22号到11月的28号 组织大家到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西安去进行游学活动 提起西安赫赫有名,古长安城,周勤汉堂,十三朝古都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组织去西安的游学 西安遍地都是文物 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著名的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 另外我们会去到海内文明的法门寺 还有像大小雁塔,新庆宫,看看西安的中古楼,登登西安的城墙 还会去看到汉景帝的阳陵 我们会下到地宫里面进行参观 另外还有著名的咸阳的博物馆,西安的博物院 还有比如说像青龙寺,广人寺 还有这个大学习像清真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各个宗教流派在西安留下来的痕迹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期待在西安和大家相聚 好,咱们言归正传 现在美国又迎来了四年一次的大选 和以往的每次选举都一样 这个摇摆州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拉选票的重要目标 在这些州当中,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最为关键 几乎就可以当成选举的风向标 各党在这个州是下足了力气 今年夏天特朗普被枪击,也是在宾州做演讲的时候发声的 那为什么宾州会成为大选的风向标呢,其实咱就聊了 宾州能有今天的地位,因为它的内部实在是太多样化了 可以说它是美国五十个州当中最符合美式自由的州 宾夕法尼亚是美国建国时候的13块殖民地之一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 由英国殖民者小威廉·佩恩建立的殖民地 小佩恩二代出身,他爸爸老佩恩当过海军上将 占领了亚麦加殖民地 小佩恩在富贵人家长大,却没有一点想当人上人的愿望 大学期间加入了基督教贵阁会 这个教派讲究信仰自由,个人自由,反对奴役,藐视权威 因为小佩恩拒绝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 当时英国还没有进行光荣革命,国王还有相当大的权力 这套说法全都触碰了国王的逆临 为此小佩恩几次被当成政治犯,扔进了伦敦塔 但他初心不改,一路上当上了贵阁会的领导者之一 到了17世纪的中后期 小佩恩迎来了践行自己信仰的机会 他爹去世,他继承了家产 其中英国王室欠他们家一笔巨款 1681年,他向英王查理二世请求 用北美土地抵偿16000英镑的皇家债务 查理二世一方面要还债,另一方面打心眼里各应贵阁会 与其让他们的英国藐视国王,不如赶紧把里面货还送走 于是兴高采烈的同意了小佩恩的请求 将一块相当于英格兰那么大的北美土地授予了佩恩 这就是宾夕法尼亚 在这片土地上,小佩恩得以自由的推行他的大同思想 保护宗教自由,人民自治,公平贸易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 小佩恩呢,把这个首府命名为费城的弗洛多利亚 希腊语呢,以为有爱之称 这一系列自由宽容的殖民政策 使得这个宾夕法尼亚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佼佼者 吸引了大量贵阁会信徒 宗教异见者,逃难的印第安人和大量的欧洲移民 1683年一艘装载几十位德国旅客的帆船 康科德号停泊在费城 此后呢,这就成为了移民基地 第一批德裔美国人源源不断的赶来 康科德号帆船也被称为德国的五月花号 从小佩恩购买土地开始 短短20年时间,宾州人口就增加到2万人 同时期呢,其他各州的人口没有超过1万的 由于宾州的繁华和包容 使得费城成为北美13州代表 来开会的会场 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 相继在费城推行颁布 费城也成为一开始的美国临时首都 一任州长称宾州是联邦的基石 此后基石之州成为宾州的绰号 今天他们的州徽最底部画的三块石头 取的含义就是基石 此后宾州一直都走在美国的时代前沿 1780年当美国白人还得为自由人战的时候 宾夕法尼亚就颁布了剑刺奴隶制废除法 因为他们是美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这儿自然资源丰富,土地面积大,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 经济中心并不依赖奴隶制度 这部剑刺奴隶制度废除法是美国殖民地中第一部废奴法律 大概有六千多人通过这部法律获得了自由 独立战争中的黑人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宾州 美国刚建国不久的1794年首都还是费城 宾州人民就捍卫了一次自由 当时呢为了填补财政缺口 美国政府对威斯基征税 这个税收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需要交 购买者不用交 这种有针对性的征税又被称为内税 当初呢英国也在北美大陆干过 英国政府缺钱在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 只在北美收不在本土和其他殖民地收 于是呢引得民众不满爆发了独立战争 也就是说民众刚刚因为不交内税而起 现在换新政府又要交一次 宾州率先发起暴动 美国政府呢花了两个月才平息 因为各地的反抗 这项税款收的越来越难 几年后宣告取消 后来呢美国经济发展南北方面临分裂 宾州同样坚定的成为北方代表 林肯在1860年大选前就派人来到宾州 承诺一旦当选 就会给宾州相应的政策扶植工业发展 最终呢在宾州人的支持下 林肯顺利当选 林肯当选之后南北战争宣告爆发 起初南方也争取过宾州 毕竟呢这是签署足利宣言的地方 是美国法统所在地 可是呢南方的种植园经济 根本就没法跟宾州融合 最终呢只能不了了之 南北战争期间 宾州一直是联邦的坚定支持者 要求尽快废除奴隶制 恢复联盟 这样林肯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 前往宾州 发表格迪斯堡演说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宾州工业进一步发展 首府费城 一度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 大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 充实进宾州社会 其他国家的移民 也愿意来此寻找工作的机会 二十世纪末 由于没能完成产业转型 宾州的西洋产业和失业工人逐渐增多 这些具有多重身份的人 丰富了宾州的社会结构 有新老移民 有精英白人 甚至连失业群体都有 基本上和美国多元社会一致 自从美国实现两党制以来 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宾州给出的选择都和最后结果一致 因此又有得宾州者得天下之说 现如今他们的城市居民 更倾向于支持 以自由主义社会公平理念 为核心的民主党 而居住在乡村的大多数人 则支持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 趋于保守的共和党 但他们没有像加州 德州这样立场坚定 所以两党竞选的时候 都会在宾州的城市农村 绞尽脑汁来拉选票 当初小佩恩用来做测试的 一块实验田 发展成今日左右美国大选的 关键砝码 宾州属实是完成了 一个人类的奇迹 在人类历史中 科技有进步有落后 国家有兴盛有衰退 能在文明世界始终意义生辉的 或许呢 就是多元包容自由的价值观 好了 关于宾州多元文化的历史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